平时我一早就录完影片 每天播,因为通常比较忙,所以就没时间搞 今天就要看另一条影片,先给这条影片出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发觉原来Harden偷偷地上了 还有三件额外七折 你现在看到眼前衣衫的色,粉红色 这种可能是Ominjuno Color 黑感色,其实三种都属于一些 一拼过,推出相比较少 例如,你见到9号半10号没有了粉红色 可能会比较少,只剩一件 你会见到尺寸都是比较少 我估计Shop都是今天在买 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宣传过Harden 究竟什么时候有的 我昨天去到旺角都见不到Harden有的 昨天,即是昨晚,昨晚才见到 突然在网站上了,还要三件七折 我想你去到Shop都是三件七折 不过要顺带一提 因为美国本身赚$130美金,其实是$1,000 其实他七折都是$900 其实不是非常吸引的折扣优惠 不过以他定家$1299来说 相对于上一代$1399便宜$100 其实理论上,我估计他应该去到$1199 不过他现在做三件七折扣 就会逼你这样买 其实他一开机已经是$900 其实上一代,很多时候都是减到$840 如果纯粹以Harden来说,他是吸引的 而且他颜色的Colorway,一开始这几只颜色 是相对已经,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 如果大家有心,一班同学仔的话 或者是朋友仔,都可以留意 但其实他三件七折的货品是极多的 你不需要太担心的,这个网站是大把的 而且他因为他新载FD Club 优惠 都有$100元送 我不知道会不会和他一起用 但其实现在他载到这个会员都很方便 就是在网站买就送货 不过Sizing我不肯定 现在Adidas的Sizing 我觉得都相对稳定 经历了Ultra 1,2,3,4 之后 现在Adidas的Sizing 都在统贴Nike的情况 就是会相对稳定 例如足球鞋要带半号 我认为蓝球鞋和跑鞋的Sizing 就差不多了 那为什麽true to size Nike也是有同样的情况 蓝球鞋就true to size 跑鞋和足球鞋可能你真的买带半号 因为Nike的鞋型比较窄 所以你要留意 但我觉得这一只 如果我都会相信 还是true to size 可以的话就是Shopsy 因为我相信 网角一层街都会有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应该一定有得买 其实根据近年Harder的销情来说 它应该是 不会好买得的 即是不会好买得很快 所以可以慢慢看 慢慢看 慢慢解析 不过如果纯粹说粉红色 我就觉得较窄 虽然Nike近一代的 Nabon James 都是Crossover 粉红色不能买 但其实在外国 就很好买的 很古怪 香港就不能买 但是现在 究竟 D2C的粉红色能买不可以 我觉得会比其他好买 亦都货量比较少 所以可能要留意 另外还有两个消息 一个就是 Nike Nabon 17 Future Air 之前不是说过 9月24日出了 其实它9月24日真的出了 但是web site 看不到 大家都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我也在想到去哪 其实在旺角 9月24日 运记 已经有货 现在也有很多货 因为我相信 你经过看过 你不是觉得 它的样子 怎么说 它的外形 颜色不是说不漂亮的 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我用有趣来形容 这个镭射反光的设计 但其实 鞋子绑在上面 就真的 怎么说 真的不是很漂亮 这个鞋子绑在上面 这个形 我觉得挺漂亮的 就是这样看起来 这个东西 这个反应更漂亮 如果我设计其他鞋 我会挺喜欢的 但它只能够 这反应的后面 加一条吊带 那我当时 如果真的打球 撕了一条带 这个鞋 那你通常用来 操作 操作 这个鞋 其实好像 这个名字 操作 操作 所以 对鞋和磨码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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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实际 大于想象 我有朋友 上脚试 其实 平时我都会去店鞋 上脚试 但今天 这次看了这个样子 真的 真的兴趣不大 连上脚试都麻烦 因为 穿过 拿邦16 去打球 就是觉得 中底一格格 不太习惯 我相信 这队的分别 在底的磨码设计 都不是真的 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不太感兴趣 不过 顺带一提 今天都会出黑色 和紫色的游乐号 就是另一款项色 如果大家对 拿邦17 有兴趣 我建议先去店鞋 先去店鞋 或者是 不要在网站上买 因为 真的不急 这款真的不急 所以 可以留意 去店鞋 慢慢试 应该有很多店鞋 这款项色 可能真的只有 旺角Nike Store 或者Kick Lounge 但是 我想其他项色 都有 所以不用太担分 另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款 Jordan 34 PF 一开始发售的时候 其实是大把货 完全没有缺货的情况 所以我也没想到 昨天 因为你想怎么买都可以 但是 原来Lockshop 是没有这款的 因为 他应该 做这个可能 两件八折的时候 就是 Kobe AD NXT FF 都有一起八折 他可能不想 混合八折 所以 推迟了 Jordan 34 PF 即是 下街铺 的时间 所以 可能 昨天 好像昨天 都看不到 它没有了 尺寸 但是 今早一见到 就已经是这样 了 由7号半到10号 都没有了 其实 是不是真的很好买呢 不一定的 通常 有些人见到街铺 没有货 可能一次过买起 如果他觉得 原来不能买的 就是自己 可能出不了货 炒 他就退回 给Like 那这里 可能有时 有时 就会重新上架 所以都不用太担心 不过 其实有没有事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昨天都没有 忘了去Jordan Shop 看 Exactly 但我见到其他Shop 就没有 Jordan Shop 都好像听说 都没有 如果大家有知道 不是 那你们就告诉我 因为 我真的见不到 两条街 因为我昨天都走过 那 这一个 我觉得 就算是Jordan 也可以等一等的 正如 Kobe ADNXT FF 都 其实 不是太差的 其实 现在 再说两次 都不是太差的 不过 都可以等一等的 我觉得他都不太能买 所以 现在 这些贵的Nike系列 可以打得懂 而且 Editus 一起机 新款 已经七折了 所以 Nike的吸引力 可能在这方面 如果不是很突出的性能 是会差了少少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他什么时候折扣 如果不急的 就有 我想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 关于波鞋的消息 都可以 尽快和大家说 如果大家对波鞋有什么问题 都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 分享我的频道 跟小伙伴们 拜拜 拜拜